謝謝主席 麻煩有請主委 主委 投保中心邱董事長 投保中心邱董事長 然後桂牌中心張戴董事長 張戴董事長 三位好 對不起時間關係 直接切入正題 昨天新聞出來 投保中心針對熱身股票的案子 跟中國信託達成了和解 第一個問題 和解契約簽了沒有 報告委員已經簽了 好 那和解契約的內容是怎麼樣 他拿五億出來 不管求償的人多少 是不是 是的 不會按照求償人等比例 而改變金額 譬如說 我今天假設 委託給 櫃買中 對不起委託給投保中心的投資人 對於你們這個五億的方案 大家都很不高興 一半以上的人撤回訴訟實施權的授予 無億的金額會不會改變 報告不會 不會嘛 所以撤回的人越多 大家分到的錢越多 目前的規定是這樣 好 事前 你有沒有跟投資人還是製救會商量 五億的金額 報告委員 因為製救會裡面的成員很複雜 聲音很多元 我們擔心跟他商量了以後 這個消息會走漏 和解的協商會不容易 我已經跟他們約了 今天早上一定要到大院來 下午我歡迎他們來 我會跟他們做很坦誠的討論跟溝通 所以是屬於一個事後告知的動作 是的 那你說之前沒有不先跟他們討論 是擔心消息走漏 是的 消息走漏對於和解契約成立或不成立 造成的影響是什麼 消息走漏以後中心就不願意和解了 消息走漏的話 可能外面的意見會很不一致 那麼會給協商的人 很多不必要的一些思考跟考量 那投資人已經送給我們了 現在他們還是要思考或考量 不是嗎 我下午會好好跟他們談 好 沒關係 你慢慢去跟人家談 你現在可以不先告訴投資人 而直接簽和解契約 是因為當初他已經給你一個授權契約 授權契約裡面包括捨棄任劃撤回和解 以及代表在訴訟外和解的一切權限 是的 那這個授權的契約 在性質上本身是不是可以撤回 對吧 可以 好 那現在我要問的最關鍵的問題 撤回這個授權 你們的態度是 如果你不願意接受和解 撤回授權的話 是只有撤回跟中國信託的部分 還是所有其他已經成為被告 或潛在要成為被告的人 都要一併撤回 如果撤回的話 是要全部撤回 我現在 今天這個就是我要問最關鍵的問題 憑什麼 因為我們 訴訟實施權的授予 我先跟你講個基本的觀念 一個債權人 對於每一個債務人的損害賠償請求權 或契約上面的請求權 都是獨立的對不對 是的 好 那針對每一個獨立的實體法上的請求權 我要不要授予訴訟實施權 那也是個別獨立的對不對 是的 那為什麼我現在 你跑去跟中國信託和解 中國信託是我一個潛在的被告嗎 是 針對這個部分 我不願意接受 為什麼我不能只把 針對中國信託的訴訟實施權撤回 報告委員 因為其實訴訟會非常複雜 我們是團體訴訟 所以我們必須要有同質性 如果個別的差異太大了 在訴訟上的主張 我跟妳報告一件事情 民事訴訟 團體訴訟 剛好是我過去做學者的專攻 民事訴訟法 從41條到44條選定當事人的制度 44條之一 44條之二 44條之三 特殊的團體訴訟 以及到妳今天所講的 有關於證券及期貨投資人 保護交易法第28條的規定 從頭到尾 法律的明文規定 跟妳剛剛所做的宣示 是完全相反的 我說的話我負責啊 訴訟費要怎麼計算 那是另外一個層次的問題 但是妳把訴訟實施權的授予 對於所有潛在的被告 個別實體法上全力的訴訟實施權授予 保他統包的只有全有或全無 這樣子的觀念 百分之一百是錯的 投保中心現在做公告了沒有 妳有沒有公告給所有潛在 就是說給所有已經授權給妳們的人 說妳們要撤回可以 但是要撤回只能全部撤回 有做這個公告嗎 報告我們還沒有公告 好回去找妳們的法務部門 妳要邀請其他學校 民事訴訟法或證券交易法 或其他相關法律的專家 全部來會商也可以 但是我在這邊講的話 我一定負責任 我再告訴妳一個觀念 就是如果有投資人 對於妳們忠信和解五億的金額 覺得投保中心在放水 當然我不是說妳現在在放水 我知道妳們也很努力嘛 終於去談了五億的金額出來 但是現在顯然是有很多人 對這個金額是不滿 作為一個債權人 當我對於一個特定的被告 我所授予的代理人去談的和解金額不滿 我有權利撤回授權的時候 我希望投保中心在這個部分要尊重 好 報告我們願意回去研究 好 再來 熱身其他的部分 這個交易案從一開始到現在 沒有履約已經很離譜 後來的事情越來越離譜 宣布要實施庫廠股 結果沒有實施 那是在詐欺所有的投資人嗎 先放一個消息說 我公司要收回庫廠股了 趕快來救股價 然後結果實際上面完全沒有作為 主委可以這樣搞嗎 當然他這樣做 顯然已經涉及有沒有詐欺的問題 這部分檢調單位 總在積極的偵辦 你說包括庫廠股的部分 檢調也在偵辦 那金管會呢 還沒有 這部分還沒有 這部分還沒有 這部分還沒有嘛 對 那我就問金管會嘛 宣布要實施庫廠股 結果根本半張也沒有買 成為一個世紀大笑話 金管會打算怎麼辦 還是貴買打算怎麼辦 假使這個違反相關的監管規定 我們一定用最好 沒有關係 主委我給你時間回去研究 好 這件事情金管會打算怎麼辦 來請貴買 現在財報編的狀況怎麼樣 跟委員報告 這個部分的話 主管機關的話 以正式喊請公司 應該就104年度 還有105的上半年度的財務報告 應該要評估重編事宜 那 期限什麼時候 11月16號 如果沒有編出來呢 那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如果沒有按照這個法規重編的話 我們的業務規則的話 是變更交易方式 但是它目前也還是變更交易方式 那另外一個10點的話是 14號的話是3Q 第三季財務報告的一個公告期限 那是下禮拜一的時候 我們也目前還在持續跟公司了解當中 謝謝 你們現在針對它財報 內容實際集合的部分 查的進度如何 跟委員報告 所以主管機關會在 10月底的時候 含請這個公司重編的話 我想這個是 我們櫃買中心 從公司的財報 還有會計師的工作低高 沒有沒有沒有 上一次我們去櫃買的時候 我問你已經告訴我說 你們已經在查它的財報內容實不實嗎 是 所以就是因為查了以後 提供給主管機關以後 才正式含請公司要重編財報 所以你叫主管機關叫公司重編 代表是你前面的追查是內容有不實是不是 就是說它可能有涉及到一些資產評價的部分 沒有關係 你們做的那一個有關於財報查核的報告 可不可以提供一份出來 跟委員報告 您上次來中心這邊視察的時候 有關的那個資料 我們已經有先行提供 那這個後續主管機關有請重編的一個相關事項 我們會再提供給委員這邊來做參考 接下來讀懂詞光光了 那中心的錢也不夠賠 投保中心現在繼續追查的進度怎麼樣 跟委員報告這個也是按照證券講 沒有 我請投保中心回答 不好意思 報告委員 所有將來會有請求權依據的被告 我們一個都不會放過 這個是你今天在這邊講的嘛 是 好 我接下來的具體作為 主委 投保中心我會盯下去 我說過我很支持你們 但是支持你們的反面 我也要監督你們 你們有沒有做到 你們在法定職場該做的事情 我相信啊 對於這些投資大眾的求償 以及對於整個金融秩序影響都非常的重大 好 主委我現在想要請教你 今天我們討論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你們提出的專業報告是有關於股市量能的問題 那這個是我所弄出來 從2008年一路到今年最近有的data 我們股價的變化跟交易量的變化 那的確可以看得出來說 在2012年以後 這個量是有縮 來 2012年到2015年曾經有一段時間 因為正所稅的政策反反覆覆 市場上面有一些評估說 因此造成量縮 去年啊 我們時任金管會的主委 曾明中 主委表示 也是我們現在的曾委員 他說這個正所稅的爭議告一段落 消除股市不確定的因素 回歸市場機制 明年成交量可望擴增一成 日均量達到1300億以上 那這個是我現在整理出來啊 從2011年到2016年的日均量 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得出來說 2011年還有上千億嘛 到2012年的時候呢 就掉下來了 到832億 那到2015年有922億 那今年大概792億 今年相對來講 反而比去年還要糟糕 對於這個因素 金管會有做出分析報告嗎 影響的因素到底是什麼 因為過去的這段期間有人說 是正所稅的爭議造成了風波嗎 那你到2015年的時候還有922億嘛 那2015年年底正所稅廢除 我們大家在股市上面的消息認為說 對於量的提升會很有幫助 那時候的金管會也做出評估報告 說會跳到1300億 可是現在閒來沒有啊 那個主席已經站起來 但是我看你們今天這個報告 完全沒回答問題啊 就是說你們有心要解決問題 我很讚許 但是你連問題本身都沒有標定 到底在哪裡 你要怎麼去解決問題啊 這個是我最大的困惑 因為時間的關係 你後續回答其他委員的時候 或者是你事後再用書面補啊 因為我看你今天的報告 連問題的原因是什麼都不知道 我根本沒有辦法診斷 你所提出來的Solution 到底是不是會有效嘛 不過我簡單一句話就是 我們金管和交易所正在努力 做這方面的研究 好 謝謝王委員 各位請回 接著請賴世保委員 主席各位先進 能夠勞駕這個主席請一下李主委 這些 六十三 三十二